可能不知道來關心 這一波本土才破敗 今天本土境外確診數 又再雙雙的創下了今年新高 其中境外多達244例 本土今天則是爆出了160例個案 分散在14個縣市 除了新張一起桃園某校園群聚之外 還有52例個案都還在疫調中 而台中婚宴群聚 基因定序結果也出來了 是感染BA.2.3 也是我國第25條Omicron傳播鏈 但排除跟基隆群聚相關 由於現在本土和境外個案 越來越多 為了要確保醫療量能 指揮中心也祭出了三大方案 包括機場社區分流收治 同時讓患者可以兩人一室 另外也要擴大醫療量能 台灣疫情狂燒 本土境外確診數雙雙創下今年新高 光是境外就新增244例 主要來自東南亞 南亞 而暴增的160例本土個案 則是分佈全台14個縣市 當中還有不少個案都在疫調中 早上也通報了一些新的案例 所以相關的都在疫調中有52例 個案多到難以釐清關聯性 而在本土群聚中 採自助取餐的台中婚宴群聚 也在多七人染疫 當中只有兩人曾參加過這場婚宴 另外還有一名一樣去過這場婚宴 也是金門首例個案 曾在北市酒吧跑趴的男子 傳給同行友人 而一名護理師同樣是傳給被他照顧的患者 C值很高 目前評估沒外擴 而經過經營地區發現整起台中婚宴群聚 確認是BA.2.3 也是五國第25條OMER狂傳播鏈 與基隆群聚無關 面對本土稍不停 指揮中心也祭出新措施 政策裡面還沒有走到說把輕症的留在家裡面 做隔離 我們還是要做异地的隔離來 輕重症的分流要做好 機場跟社區要分流 只要是本土個案通通就地收治 經常落地採檢的確診者 則是送中南部加強版急檢所 未來收治患者的專者病房或急檢所 只要場地允許就能兩人一世 不限家人跟同行者 確保醫療量能 就有點迷事人聽我報導